若望福音第十四章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你们要信赖天主, 也要信赖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 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 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为的是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我去的地方, 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 多默说, 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回答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必然认识我父。 现在你们已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斐里伯对他说, 主, 把父显示给我们,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耶稣回答说, 斐里伯, 这么长久的时候, 我和你们在一起, 而你还不认识我吗? 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你不信我在父内, 父在我内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我自己讲的, 而是住在我内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业。 你们要相信我, 我在父内, 父也在我内。 若不然, 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信我的, 我所做的事业, 他也要做, 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因我的名, 无论求父什么, 我必要践行, 为教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 你们若因我的名, 向我求什么, 我必要践行。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也要求父, 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 因为世界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与你们同在, 并在你们内。 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不久以后, 世界就再看不见我, 你们却要看见我, 因为我生活, 你们也要生活。 到那一天, 你们便知道我在我父内, 你们在我内, 我也在你们内。 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 便是爱我的人。 谁爱我, 我父也必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 尤达斯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 所以问他说, 主, 究竟为了什么, 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 而不显示给世界呢? 耶稣回答说, 谁爱我, 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要在他那里, 做我们的住所。 那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话。 你们所听到的话, 并不是我的, 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 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但那护卫者,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 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给你们的, 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 我去, 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如果你们爱我, 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 因为父比我大。 如今, 在事发生前, 我就告诉了你们, 为叫你们当事发生时能相信。 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 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 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 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命令我, 我就照样去行。 起来, 我们从这里走吧。 我会爱父母, 你的身边吧? 我会爱父母, 我也要回答chliffe说我, 在那里妈妈妈, 我会让学校来哦。 我就寻找给他, 感谢观看